大家好,很久沒見了 因為之前要用Zoom來做節目 所以小機會上載一些影片 今天這條影片其實是說什麼呢? 希望解答到大家一個疑問 究竟新冠疫情期間 體牙感染的風險大不大呢? 咦等等 好像從來沒有在朋友身邊或者新聞聽過 有病人是因為體牙而感染到新冠肺炎的 為什麼呢? 其實在這麼多年來 我們面對的菌很多很多 而也都在對上的20年 我們牙科治療的感染控制 已經做到非常之度假 其實日常我們要面對的 並不單止新冠肺炎那麼簡單 還有很多其他感染性強 危險度更大的病毒 所以其實我們日常體牙是非常之安全的 儘管看看這個以色列的研究 在2020年5月到9月 雖然是之前做的 但是最近才發表的 在裡面找到這個期間 有五百多位 五百多位確診者 而他們剛巧在傳染期 又去看過牙 為什麼他們會在這個時候看牙 是不是因為確診後專門去看牙 當然不是 反過來 確診後 當局追蹤他們的行動與軌跡 就找到他們在傳染期 哎呀看過牙 總共接觸到962位牙科的工作人員 即是醫生和護士 我們就要看看這九百多名的緊密接觸 看過或者治療過新冠確診的病人 的口腔護理人員 他們只有七位人士 隨後就確實染了病 只是0.7% 而反過來 如果是一個牙科的醫護人員 確診又看過病人又會怎樣呢 同樣期間有43位 43位確診的牙科醫護人員 然後他確診後追蹤他們 哎呀原來接觸過507個病人 這些病人隨後再驗的時候 發現有3位病人是證實染疫的 只有0.6% 但大家要想多一件事 就是其實實際的數字比這個更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排除到這段期間 病人或者醫護人員從其他途徑確診的 即使是這個數字 1000個治療裡面 後來發現到六位或者七位的病人 或者醫護 有確診也好 已經是非常之低 還有你要想想當時是沒有疫苗的 即使傳播性自己保護的能力 在那個期間也是相對低的 如果現在我們每個人都積極去打針 大家都有三針的保護 那個確診或者看牙之間 傳播的風險就變得非常非常之低了 如果有些醫療機構要求病人做治療之前 要做一些快速測試的話 這個更加安全了 大家都做了快速測試 打齊三針 其實你去看牙 只要大家合作的話 做好自己的本份 風險也是極低的 不用擔心 當然還有維持社交距離 勤洗手戴口罩注重衛生 希望這個新冠疫情快點過去啦 謝謝大家